不是吧 这大半夜连公交车都没有 我咋回家呀 前面那个人好眼熟呀 我好像在哪见过 怎么一打眼就不见了 算了 还要赶紧回家吧 终于回来了 可累死我了 我去什么情况 咋突然地震了 可不得了赶紧跑 奇怪 大街上怎么都没有人呢 难道他们都没感觉到刚才地震了 还是我出现了幻觉 过了这么久 一点动静都没有 哭听该没啥事了吧 那我还是回家吧 什么鬼东西 是梦里那只蜗牛 不对 这是老板 我记得白天 老板穿着的就是这件衣服 妈呀 老板不会是个蜗牛怪吧 这一半夜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肯定是想把我吃了 但是 他怎么看上去还挺害怕的呢 等等 这地上怎么有这么多盐 难道他怕盐 我记得在小胖子的回忆里 他的妈妈提到过阔鱼 就很怕盐水 我有办法了 我记得楼上邻居家最近漏水 我只要想办法 弄些盐缠在水里 再把水引下来 不就可以解决老板这个蜗牛怪了吗 我现在就去楼下弄些盐 哦 怎么没有呢 还好嘛 原来最后一包盐 被店员拿走了 这是对付老板的唯一办法了 看来 我要去那个店员家里看看了 有个密码箱 上面画了 可乐和薯片 但是有什么用啊 是要用 可乐跟薯片交换吗 但是作为超市营业员 应该不缺这些的吧 那是什么呢 嗯 快看 货架上的可乐跟薯片的摆放 看起来像两个字母 是R1 我知道了 果然里面张着眼 可恶的黑心老板 让天欺负小胖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